我们终于经过了旷野 约旦河边上 从一章到十一章 讲到了福音的奥秘 或者说上帝如何在基督里 称罪人为义的这样的 上帝的义的行为 那紧接着十二章开始 就进入到具体的一些 实践性的教导 我们或者说 它是前面是教义性的 后面是实践性生活性的 或者说有的人称 前面是原理性的 后面是应用性的 但是比起这个呢 更准确更贴切一点的来说 福音本身 不仅福音本身和我们的生活 是分开的两个部分 应该作为一个部分来看 前面部分是讲福音本身的内涵 或者是福音是什么 那十二章开始就产生了 福音带来的果效 实际上在我们生命当中 给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在保罗的教导当中 常常我们看到这样的特征 就是前面讲到福音是什么 福音的原理 福音基督做了什么 上帝做了什么 后面就讲到我们具体的 既然这样做 所以会应该有这样的果效 或者说生活 或者是实践 所以我们看到十二章 一开始就中文圣经里面说的 所以弟兄们 前面一章到十一章 谈到了这么多的内容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 保罗在逻辑的基础 这样的逻辑之下 自然的就说到了 所以弟兄们 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事奉 是理所当然的 就谈到了具体的实际的 我们当行的 前面说到上帝为我们行了什么 前面说到我们当信什么 我们信什么 现在开始讲我们当今的本分是什么 我们信仰当中有两大块 如果分成板块的话 前半部分是基础性的 是客观性的 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当信什么 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 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这是福音 我们信什么 我信上帝为我做了什么 他是全能的父 他是救主耶稣基督 他是什么 复活的灵 三一上帝等等 他为我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信的内容 那下一个板块 就是我们当今的本分 上帝竟然是这样的 上帝竟然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应该在上面签的本分是什么 所以十二章就是提到我们的本分 但是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 是一个整体 既然上帝是这样的 我们就应该这样拜他 既然上帝为我做了这样 我就应该有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基于前面的上帝为我做的 所以保罗的霸法当中呢 十二章一开始就这个说到 所以 所以 然后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欠你 以上帝的怜悯 以上帝的恩典 以上帝的恩慈为基础的 那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 一节到三节里面 他也是谈到 他说到 我做 我被求的保罗 劝你们 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他谈到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事为人 但是他说 这个行事为人乃是 以于 于你们已经获得的恩典 应该符合一致 为什么 既然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 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既然耶稣基督教爱了我们 既然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释放 已经不被定罪 已经被称 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有份于他的国 既然我们与上帝好 既然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恩典 在这样的恩典的基础上 我们不再做罪人 不再做浪子 不再做神的敌人 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个 和现在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地位 不同的光景 应该有的符合的生活才是 既然大家来了韩国 虽然大家这个民族上 可能是汉族朝鲜族 或者怎么样 国际上是中国人 在韩国 那肯定要在这种处境下 行事为人与这种环境相称的生活 对不对 你说我是中国人 那你就按照中国的法 违背当地的法的话 这个就是不是成熟 和智慧人的做法 对不对 入乡随俗 其中也有这个原理 当然福音和这个性质更高 既然我 我现在不再是罪人 既然我现在是上帝的儿女 这种事实 是透过三一上帝的救赎 透过圣灵将基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 接着应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 我们内在生命上 在上帝的面前的地位上 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我们就应该活出这样的样式 所以基督教的伦理 始终是以上帝先为我们做了什么 恩典为基础 我们不是这个律法主义的那种行为 或者是其他宗教的那种性质 我们现在给神明献上点什么 哄着他 然后他再赐恩给我们 摆上猪头 然后多烧点这个贵的香 然后多苦修一下等等 然后神明被感动了 然后就祝福给你 让你的生意 让你的家庭 让你健康 让你的产业等等丰盛 基督教正好相反 基督教是先领受 上帝先给我们恩典 然后我们在这个恩典上 我们回应上帝 感恩 所以我们的生活的基调是 回应或者是感恩 不是那种功劳的换取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前面一章到十一章 讲到了上帝在基督里 如何称罪人为义的这样的行为 上帝称我们为义 那十二章开始就说 这种被上帝称义的人 应该如何活出公义的生活 所以这里面一解说到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因为前面你们已经领受了这样的恩典 因此你们现在 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 那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 圣洁的是公 是上帝所喜悦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他劝的核心是什么呢 侍奉 劝我们应该的侍奉 理所当然的侍奉 当然理所当然的侍奉 这个根据希腊文的话 翻译有很多种 有人翻译是 这个是合理的侍奉 中文是有点接近 合理的侍奉 合乎理性的侍奉 有的翻译是属灵的侍奉 这种侍奉才是属灵的侍奉 有的人说这种侍奉才是心灵的侍奉 不管怎么样 我们觉得这个更贴切的翻译就是 这就是你们心灵的侍奉 强调内在的动静 还有这就是你们属灵的侍奉 当然这个侍奉有的翻译是翻译成礼拜 希腊文里面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两种意思 一种是侍奉 一种是礼拜 敬拜 所以这里面比起狭隘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这是狭隘的 在狭义的这个侍奉 我做什么打扫 接待 领赞美 讲道 等等 各种什么代道 各种服饰 或者媒体侍奉 我们有这个做PPT的等等 各种具体的这种服饰 这种狭隘的服饰 而这里面更强调的是一种广义的 是一种生活 是全方位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会具体的讲 所以在这里面逻辑上保罗说 既然如此 你们就应该这样是 这样的侍奉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是属灵的 是神所喜悦的敬拜 那这样的敬拜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刚才强调了一个上帝的恩典的基础 还有一个基础 更深层的基础就是上帝的慈悲 或者说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爱 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这个就说出了我们侍奉的基础是基于神的恩典 基于神的怜悯 基于神的慈悲 为什么说呢 我们学基督教要义也好 我们透过前面查口罗马书中谈到的也好 我们之所以在基督里蒙拣选 在基督里蒙恩得救 完全是在乎上帝的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如何 我们里面有什么因 导致上帝被动的来拯救我们 因为我们的信上帝才救我们 这是表面现象 更深层的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根本不信上帝 根本就拜偶像 根本就偏心己路 根本就如羊走迷 根本就不归荣耀给神 根本也不可能信 我们都是活在那种光景当中 神的仇敌当中的时候 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死 这就是说上帝爱他仇敌的爱 那这种差遣耶稣 道成肉身为我们死 这是在历史上2000年前发生的 比这个更久远的是 以福所书一章三节到四节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 在创世之前 上帝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创世之前我们根本不存在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以一种抽象的 一种概念存在在上帝心中 上帝计划的时候 计划了某某人 将来创造亚当 作为我们的先祖 将来在这个二零几几年 或者一九几几年的时候 我让他透过某某人 出生在这个世上 但是他出生的时候 就是作为亚当多落后的后裔出生的 但是我预定他 拣选他做我的儿女 在某年某月 我用谁 借着谁给他传福音给他 他可能会刚硬 悖逆 他可能执着于某些事情 我让他经历某些事情 最后让他最后刚硬的心软化下来 被圣灵光照 然后他才折服 在神的面前 愿意相信耶稣 上帝计划的时候 在时间开始之前 在创世之前 上帝心意当中 在神的意念当中 一切都以某种这种概念 神的意念的形式存在 我们没有实体 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 上帝就决定减效了我们 上帝就决定爱我们 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智慧 他自由 他的爱拣选了我们 所以当他拣选之后 他又在历史当中经过 等格了若干千年 直到我们存在在这个世上 出生在这个世上 懂事 然后直到他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才相信 所以在我们信这个动作之前 上帝已经在永恒当中 他就考虑到了我们 他就决定爱了我们 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 所以弟兄姊妹 因此我们今天 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 这种更强调的是 我们在堕落当中 我们在罪人当中 上帝就差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我们是这样悲惨的 上帝的敌人 我们是这样 顽梗背腻的儿女 这样不荣耀他 不认识他 甚至觉得他不存在 甚至觉得他 信他是一种愚昧 一种不科学 一种愚拙的事情 等等若干的这样的背叛当中 上帝怜悯了我们 没有计较我们过去的背叛 没有计较我们对他们的亵渎 对他的亵渎 没有计较我们的罪恶 他就怜悯了我们 爱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所以这是我们侍奉的基础 保罗劝也是 护过神的灵敏 表面上是保罗劝 实际上是上帝 劝我们侍奉他是上帝自己 保罗只不过是基督的仆人 上帝的话语的仆人 福音的使者而已 圣灵在他里面 三一上帝在他里面 借着他劝勉那些 他所上帝所爱 所救赎的儿女们 让他们晓得神的灵敏 前面一章到十一章 可以说是神的灵敏的一种介绍 他们听了保罗所讲的 我们原来在基督里蒙灵敏 上帝拯救我们是这样的 对于灵敏的工作 神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是不管要认识 认识还要复之于行动 认识了以后 不一定自然就会带出行为 不然的话保罗就没有必要劝了 我知道神爱我 知道神爱我的人 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爱神 所以保罗这里面说 你们既然知道神的灵敏 基于这个灵敏 你们应该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 加上劝勉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理所当然的侍奉的根基 是因为神在基督里灵敏了我们 上帝是这样慈悲的上帝 爱我们过往不咎 释放我们 赦免我们所有的软弱和罪恶 所以我们今天侍奉他是应该的 然后这里面保罗又强调一个劝 劝你们 劝的意思就是不是强制的 虽然是应该的 我们是主的 属于主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属于主 我们是他的儿女 换句话说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没有主权 虽然上帝给我们自由 我们上周三谈到 上帝给我们自由 创造的时候赋予我们自由 但是没给我们吃上额果树的自由 虽然亚当用了那个上帝给他的自由 去吃了那个上额果树的自由 但是上帝命令吩咐他不可吃人 也就是说你虽然自由 但是我禁止的事情 你是没有权利做的 当他做的时候 那个叫罪 那是冒犯 越过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权限 侵犯了神的权限 所以虽然他是用自己的自由 吃了那个上帝不让他吃 没有自由吃的 但是那个自由是误用的自由 因此我们成为堕落 所以保罗在讲到 我们在基督里得释放的时候 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得以自由的时候 这个自由不是让我们去 肆意的放纵犯罪 所以加尔文牧师说 我们实际上没有 那个自由犯罪的自由 就是任意犯罪的自由 那种自由我们不具有 虽然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自由去犯罪 但是这个自由是非法的 不忽忽神心意的 我们误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自由 严格来说就是 我们没有随便犯罪的那个自由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这些人已经在基督里释放了 因此这种侍奉是自愿 基于神的怜悯 认识了神的怜悯了之后 应该自愿的是 所以保罗劝我们 我们应该侍奉他 今天救了我们 我们不是救完了以后 从这个地狱的坑里爬出来了 当然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圣灵 把我们拉到 我们辛辛苦苦坐在这个地狱的坑边 传了口气 终于爬上来 真幸运的 不然就在地狱坑里灭了 对不对 然后坐在坑边上 一方面庆幸自己不再受刑罚了 另一方面就陷入到茫然了 哎呀 那我下半辈子该怎么活呀 不知道了 不是这种概念 从地狱里面脱离出来 从撒旦的泉下 从罪恶的坑里 从罪恶的泉上 从死亡的泉下 从神的愤怒 咒嘱当中 脱离得自由以后 应该侍奉上帝才是 这就是应该的 所以保罗所劝勉的 圣灵透过保罗所劝勉的是期待 这些明白福音 认识福音 经历福音的恩典的 神的儿女们 应该将侍奉上帝 那也用劝嘛 不是勉强的 认识神的恩典 应该侍奉上帝 所以保罗劝我们 所以弟兄们 为上帝的慈悲 基于上帝的慈悲 透过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 劝你们 鼓励你们 劝你们 应该侍奉 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侍奉的基础 是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 侍奉的动机 也不是出于勉强 这个吓得不得了 也不是出于恐惧 我不侍奉的话 上帝会咒诅我 我不侍奉的话 上帝会打我 我不侍奉的话 上帝可能在我孩子身上 在我的手中的工作 或经营的产业上 或让我破产 或者出事 所以出于这种恐惧 不得不的 我得好好哄着上帝 恐怕他发脾气 做不好 就报应我 在折磨我 管教我 我们老一辈 我们过去的基督徒 大部分很多人是这样 出于对上帝 错误的敬畏 这个比起敬畏是惧怕 这个不是上帝 圣经里的上帝不是那样 上帝不喜悦我们 出于恐惧 怕他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怕 不是指敬畏那个 应该有的尊敬 那个敬畏 那个敬畏 而是出于怕他 凶巴巴的折磨我们 然后摧残我们 祸祸我们 然后打我们 然后来侍奉他 出于恐惧的侍奉 上帝不喜悦 上帝喜悦的是 出于对他的认识 带着敬畏 感恩 甘心累的侍奉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上帝借着保罗 劝 劝勉 劝在语法上 虽然也是一种 命令口气 命令里面 比起你们要 你们当 但是这是劝 让我们发动 我们已经获得自由的 这个在基督里获得自由的 甘愿的去回应福音 所以 侍奉的出发点 基础是神的怜悯 侍奉的态度 也是应该是自愿的 然后如何侍奉呢 这里面说理所当然的 属灵的 心灵的侍奉 合理的侍奉 是怎样的侍奉呢 保罗所劝的内容是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说喜悦 你们如此 是奉的 是六三 这里面说到身体献上 当作祭物 身体 这里面讲身体献上 当作祭物 就是以旧约五祭当中的 一个大祭 就是班祭作为背景的 保罗劝我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物 保罗常常用这种 旧约献祭的这种 画面 或者这种表现形式来强调 他也曾经说过 我为着你们 我将你们 这些外邦基督徒 作为祭物 新乡的祭物献给神 我宁可把我自己 胶垫在上面 我也乐意 这都是一种献祭制度 礼仪制度里面的 一种语言表达 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 新旧约的一致性 在本质上 新旧约是一致 但是在形式上 或者说执行的方式上 或者是说到 这个经轮上是 方式不同 在旧约当中 一个人将 番祭献给神 表明着他愿意将 自己完全献给神 完全献上 那个祭物是整个 焚烧在祭台上 献祭的人 没有办法分享 那个祭物 其他祭可以分享 一块在圣殿面前去家族 一块去吃那个平安祭 或者是赎罪祭 有份语 但是那个祭物呢 完全 焚烧献给神 全部献给神 我们没有任何思绪 表明一个人愿意完全 在神的面前献上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 将身体献上 当作祭物献给神 新约里面 使徒彼得也说 你们要以宋赞为祭献给神 希伯来书作者也说 颂赞为祭 这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 彼得说到属灵的祭 靠着基督献上属灵的祭 那什么祷告的祭呀 捐输的祭呀 然后等等 自己也成为一种祭物献给神 那这里面说到 将身体献上祭献给神 到底什么意思呢 新约时代因为基督来的缘故 基督成为那最终的大祭祀 基督成为那位最终的祭物 一次且永远的献上了祭 赎罪祭 彻底的解决罪了 所以以后呢 我们不需要再献牛羊鸽子 祭物为祭了 因为基督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 只要我们仰望基督这位大祭祀 只要我们仰望基督这位羔羊 替罪的羔羊 一次就解决了 不需要再反复重献祭物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劝肯定不是让我们真的将我们的这个躯壳身体 作为那个血淋淋的祭物要陷在那个某个地方 这现在陷也没有地方陷了 因为伊路撒冷那个祭坛已经 合法的祭坛已经被摧毁了 现在那个原旨已经建上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清真寺了 对不对 那献祭也没有地方陷了 祭祀也不在了 那到底要陷什么呢 这个不是指真的要杀了我们的身体流血 然后摆在祭物上 而是指将我们的身体作为祭物陷上 那这个身体呢 不只是指我们的这个body啊 就是包含我们全人 或者是一种体育方法 这种身体就是指我们整个人啊 将我们整个人献给他 保罗在六章里面谈到了 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 罪的器皿 如今在基督里得自由的释放 就应该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就应该像过去是将身体献给罪作罪的器皿 现在既然在基督里已经得自由的释放 成为义的器皿了 就应该将身体献上给义 做义的器皿 为义所用 同样的道理 这里的身体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啊 整个人 我们过去犯罪也不管是肉体啊 因为灵魂是支配我们的身体嘛 更重要的是灵魂 我们人格的主体在灵魂里面啊 所以神的行献啊 主要在我们的灵魂里面 我们犯罪的时候都经过灵魂的思考决定 支配着躯体 灵魂和身体结合着一个人格嘛 去犯的罪 所以犯罪不能管说 这是肉体的身体的罪 跟我们灵魂没关系 灵魂如果不思想 不决定 不支配身体的话 身体是没有办法犯罪啊 所以任何在身体上犯的罪 虽然说我们保罗说 犯奸淫是得罪子的身体 有些罪是意念上的罪 有些 但是身体是直接 涉及到肢体的这个犯罪嘛 所以他说的是个得罪身体 玷污身体嘛 但是不意味这个犯奸淫只是身体的问题 心思里面如果没有动一念的话 这个身体上也不会动 对不对 所以他是强调那个方面 但是不是否定 有些罪只是跟身体有关系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将身体献上 是指将全人献上 整个人献上 那当作活祭 当作祭物献给神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给神 当作祭物 旧约里面我们看到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直观到 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些视频 一些图画 或者是圣经的描述 可以大概勾勒出来那个样子 在会幕当中 在圣殿当中 当祭司们 当百姓们 牵着自己的祭物 牛羊等等 或者是等等 然后献给祭给神的时候 焚烧的时候 上帝悦纳那个祭物的时候 神的荣耀降临在会幕当中 或圣殿当中的时候 那种光景 我们因着神的恩 我们甘心乐意地 将我们自己作为一种 像祭物一样献给神 保罗也谈到 我们的身体应该荣耀神 或吃或喝 应该荣耀神 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电 然后也说到我们是用基督的血买来的 买熟是什么概念 奴隶的概念 对不对 奴隶是被自卖 或者是被卢 或者是被卖 最终要获得自由 必须有人付上奴隶的代价 一定的价钱 买了它 然后才宣布它自由 对不对 基督付上他的生命和血 买了我们 使我们脱离 不再成为罪和死亡的奴隶 撒旦的奴隶 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呢 献祭的祭物当中 如果你要想把这个祭物不作为 祭物献给神 你要花五倍的价钱 属它 它才能够得以自由 我们是用基督的血所买出来的 我们是虽然获得释放 获得自由 但是我们既然是买了 就不属自己 乃是属神 只不换了主人而已 过去是我们自己是主 我们是撒旦是我们的主 虽然不承认 我们是可能物质 或者我们私欲 或者是其他任何挟制我们的 罪的奴隶 但是基督释放我们 得以自由了 自由不是只是中立在那 前不遭寸 后不遭殿 在那彷徨 不知道所措 不知道方向 而是熟了 从罪的国度 撒旦的国度 归到爱子的国度 迁到爱子的国度 迁到另一个领域 从一个主人换了另一个主人 所以我们现在有主人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站在那彷徨 或者躺遍 应该将自己献给 他买了我们的这位主 当然这个不是挟制 以前的主是挟制我们 我们有自由 悲惨 现在是爱的统治 恩典的统治 我们甘心乐意 侍奉我们 比起主更强调的是 他是我们的父 或者是 他是我们的主 对不对 而不是那种恐怖的奴隶式的 而是有恩典的 甘心乐意的 我们知道 侍奉他才是我们的出路 侍奉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和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将自己献给他 然后献给他 这里面用了三个形容词描述 这个祭物的性质 第一个就是活 第二个就是圣洁 第三个就是神所喜悦的 第一个活的祭物 什么意思 旧约里面献番祭 必须得流血 杀掉他 罪的工价乃是死 献上的祭物必须杀掉他 牛也好 羊也好 流血 经过祭司的验证以后 流血 杀掉 切成块 然后烧在祭坛上 必须死 献上的是死的祭物 但是 我们献上自己是 献上活的祭物 这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我们是活着的 但是不再为自己活 而是为主而活 那你说 哇 这么高 这么伟大 我们也想到为主活 都是做宣教士 做牧师 做传道人 在教会里面担当 执父的人 这些人可能是为主活 我们不是 我们顶多是20%为主活 98%为自己活 不是的 这节经文也不是 呼召那些宣教士 呼召年轻人全心奉献给主的经文 我们过去 包括我也在内 去推动鼓励大家去奉献给神 为神而活的时候 常常用这个经文做呼召 其实我们那个狭义的呼召 是呼召大家现身全职 侍奉神那个概念 不要怕 这个经文不是呼召人 做全职传道 宣教士那个呼召 呼召你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不是说你放下你现有的工作 当然那个工作假如说 你是贩毒的 黑社会的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非法的 不道德的职业 因为你认识主 你要放弃吗 要改变吗 换一个合法的 神喜悦的工作 行事赚钱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只不过是性质 比起行事 更强调的是性质 你为神而活 你虽然活着是我 但是却不再是我 保罗在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到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好像我的心脏在跳 我的人格还在 我在思考 但是我尽可能的是让神的话 神的旨意 神在我里面做主来引导我 这是所有摩恩得救基督徒 应该追求的师父 我弹伴奏也好 领唱也好 代祷也好 在教会里参与各种具体的服饰 那只是我为主而活的 一种形态形式 但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应该是 你在学习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在家庭的时候 在打工的时候 无论形态上是在教会内 还是在教会外 你都应该成为一种 活着的技物在神的面前 也就是说 为主而活是每一个神的儿女 应该有的生活形态 或者是性质 或者说侍奉 这和罗马天主教的概念不同 罗马天主教是圣俗二元分 这个书籍主教 大主教 红衣主教 神父 或者是司机 执事们 他们在教会里面 侍奉教会的事 这是圣事 所以那个桌子 什么那个杯子盘子 那个都是圣物 当然我们也强调圣物 但是不是那种旧约礼仪那种圣 分别出来给神用 像同样的建筑 教会用和卡罗克用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分别为圣 为什么 砖给教会用 用作特别用途 不是那种 哇 这个砖一旦这个献给神了 它那个砖的性质就发生 变成属灵了 圣洁了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它分别出来 旧约会墓也一样 同样的金字 同样的那个海口皮 同样的那个丝绸线 但是它分别出来 用于建筹店的材料 它就成为圣洁 是分别为归给神用 我们这个人也一样 分别出来 我虽然还在这个社会当中活着 但是我不再为主自己活了 而是为主而活 那有基督徒最大的酷伙就是 为主而活 是不是就断送我的目想了 我以后再也不能有 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计划了 绝对不是 你这个人爱神的话 你是在神的里面 因为你明白神的旨意 你所追求的 我想在今年这个家庭上达到什么目标 儿女教育上达到什么目标 学业上达到什么目标 事业上达到什么目标 只要你这个人属神 爱神 所有的一切事情 只要那个事情不是抓住你超过神的位置 它就是圣洁的 不管是那个事情性质如何 保罗说有些东西我吃 我感恩的领受吃 就干净了 这个是我们周三要讲的 我借鉴一下 让大家理解 这个事情为什么是干净的 对有些人是干净的 对有些人为什么是污秽的 是取决于你对这个事物的态度 本来这个事物本身就无关善恶 吃蔬菜吃肉 哪个更圣洁 本来就跟圣洁没关系 但有的人就觉得吃肉误会 那个吃肉就对他来说误会了 有的人说就吃蔬菜 我就吃蔬菜才圣洁 那对于他来说 吃肉就是犯罪 所以保罗说凡神所赐的 这个是中性的 只要感恩的心情领受 没有一样是可弃的 都因着我们的信心 真道和祷告成为圣洁了 什么意思 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圣洁的 中性的 无关善恶的 但是你要是为自制的缘故 为自己去做 他就是习的 但是你因着爱神 上帝给我的才干就这样 上帝给我摆设的家庭身份 教会的身份 社会的地位和给我的才能 岗位就是这样 那我就应该 像哥罗西书里面 以夫所书里 做仆人就是为 从心里做 是为基督做 不是为了老板眼前做 的话 你就是在侍奉主 必从主那里得赏赐 所以关键是我们 以怎样的态度去活 我在活 为主活 所以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基督的灵引导我 基督的目的成为我的目的 基督的话成为我原则 不像我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 我的意识当中也没有主 我的意识当中只是我的梦想 我所有赚取的都是为了我的幸福 而这个去赚 当然我们说的那个幸福 和我们现在说的幸福还不一样 我们以前是不认识什么 我们自己定义了一套 达到自己幸福的那个原理和目标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也追求幸福 因为你知道 上帝给你的那个目标和价值 当你的所有的心思目标价值 与它达成一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心里面就得到更大的满足 甚至有的时候 以前我们跟别人比较 对不对 像我是以前 我是在铁路 我们铁路虽然好 但是比起什么法院的 比起在市政府的 事业单位 什么企事业单位都有区分 比起工作 还有一些单位 我们麻木带肉 定的那些 所谓的觉得台行更靠前的一些工业单位 对不对 一听谁在哪个单位上班 哇 他好有尊荣 赚的比你少也有尊荣 为什么 什么接近权力 或者是地位更高 我们就有那样的 以前不是什么排什么行 把老师排到最后面 现在老师稍微又高一点 以前是把这个商人排到最后 是吧 农民比商人要更尊荣的 是吧 奸商 所以我们这个 以前的那个农业社会的时候 都是看不起商人的 现在商人反而更高的 对 不管是收入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价值顺序 把一些岗位排列成不同的 这个高等的低等的顺位的这种工作职业 所以我们就 我现在做这个 我就觉得比别人不行 不管是收入 我就觉得没底气 比下面人我很有自信 但比下面我就差 所以我们的幸福感 总是跟着世俗的一些价值 外在的一些价值 而不是那件事情 到底在社会当中贡献多少 照着我的才干 照着神功摆设的那个位置 照着给别人带来的祝福和益处 等等来判定我的幸福价值 所以我们很多都是混乱的嘛 所以现在我还追求幸福 但是我追求在基督里的幸福 这个不管是透过祷告赞美来的幸福 而是因着你知道我在基督里的身份 上帝给我的才干就这些 所以我也不必要跟那些 比我好一百倍 九十倍的那样的人比较 没有必要 因为你做你 不是你做他 是吧 所以照着上帝量给你的 你的才能 你的性别 你的环境 你去满足于上帝给你的才能 当然我们个人提高是另一回事 然后去在其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侍奉神 侍奉别人 这样实现我的价值 我就可以得到满足 这就是为什么登三轮的和开出租的 他们同样可以幸福 收垃圾的和在某个什么有名的三星公司 一年赚几个亿的都一样可以幸福 为什么 照着他的能力 他的才干 他的程度 他的位置去正视自己的价值 然后他也可以想受幸福 但问题现在人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物质丰富的人 高地位 他们不幸福 为什么 他们就忽视了 我们追求的幸福是 不管是外在的地位 还有就是 我在上帝面前那个位置 我满足于不了 满足 是否满足于上帝给我的位置 然后在那个位置当中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因为上帝赋予我的 所以当我们真的凡是 为着上帝而活的时候 并没有丧失你的自己 反而成就了你自己 并没有丧失你的幸福 反而是得照了你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有的时候别人看你这个人怎么不值得开心的情况 那么难的情况 为什么还心里面充满喜乐呢 原因就是 有的时候甚至外在环境不值得幸福的时候 你缺幸福 为什么 你抓住了幸福的本质的核心 是吧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基督徒 保罗在一章到十一章 讲到了这个救恩的整个 这样的内容之后 我们应该为神 作为祭物献给神 我们的生活献给神 每一个方面 让上帝在我里面活 当然这个是过程 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 自动就属灵到百分之百 每时每刻都与神通行 每时每刻都完全顺从神 我们的救人 仍然和圣灵和神的话 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知道 这个是应该这样做 但有的时候 自己的欲望还会跟这个 圣灵与情欲相争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生的努力 就是不断要靠着神的恩典 否认自己顺从神 顺从神的话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身也得以成全 我们的幸福也在 上帝里面得以成全 不然的话 没有主的那个平定的价值的话 最终我们即使在外部成功了一切 我们仍然不会幸福 这是很多人经历了 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以前因为活在中国那种处境 我们思考方式都是按着外貌 跟人攀比 结果心里面很累 没有自信 对比你差的人骄傲 对比你好的人就自卑 然后沮丧 后来发现没有必要比较 虽然我们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生活 提升改变 但是没有必要比较 上帝造你是独特的 上帝给你的要求 你在的位置 给你的多少 要的多少 你也可以同样享受同等的幸福的权利 你也不必要羡慕谁 谁家老公怎么样 谁家妻子 谁家孩子怎么样 那不是咱的 对不对 上帝量给你的 在你的处境当中 虽然我们要互相学习 那我学习别人的好的妻子 作为妻子 我作为孩子 我学习别人的好的孩子 当然也不必要过度的攀比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幸福 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 神的那个原理去执行 所以我的意思说什么呢 圣经教导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迹 并不会毁了我们的人生 毁了我们的心 反而成全 这是第一点 作为活迹 虽然活着 但是不是在我活着 乃是神的话 神的灵 基督在我里面 做主来主管我 那第二点 这里面说到了什么呢 是圣洁的 我们将身体线上 来侍奉神 就是说 这种圣洁 比较道德上的纯洁 更强调的是分别为圣 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将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种器皿 献给神 主啊 我是你的使女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来用我 虽然我没有讲道的恩赐 虽然我没有赞美的恩赐 虽然我没有这个 我可能就会赚钱 就会上班 就会做生意 或者就会做别的擅长的 但是在那个擅长的地方 你去实现那个价值 去让别人得益处 或者是 有的人做生意 那交汇里面都属灵的人 做生意都笨得要死 交汇 这个说不好听的 这个交房租费都交不起 交定费交不起 有些人真的需要 这个会赚钱的人 然后有的人会行政 有的人就是各方面才能不一样 配搭起来 这个群体 它不仅是在经济上 在福音扩张的事情上 比如拆拍宣教室上 有大家都穷 大家都在靠祷告 这个那得需要别的教会的 奉献的弟兄姐妹支持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中间如果有会赚钱 又把这个物质 支持那些宣教师 或者说属灵士工的话 那岂不是没事吗 他赚钱就是上帝给的才能 至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侍奉神 关键是你的目的 关键是你实现的价值 你用 你的才能是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叫分别为圣 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用在俗的事情上 跟神没关系的事情上 还是用在神的事情上 最重要的是按着神的话 分别为圣 按着神的话 然后再就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线上的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 我们线上的不是照着世俗的 而是分别出来的 按着神的法则的 当然我们线上的也是 不是照着我所喜欢的 我自己认为的 而是神所悦纳的 神所喜悦的 所以这几个侧重点不同 原则都一样 都是照着神的旨意 献上这种 就像旧约当中 摩西献祭一样 献上的祭物 都是神在洗奶山上告诉他 你这个牛羊怎么宰 什么时候宰 在哪里宰 怎么处理 八皮切块 怎么洗 然后献祭的人 要选什么样的羊 在什么日期献 早晨献什么 晚上献什么 箱怎么做 衣服怎么做 所有做这些 侍奉 礼拜 献祭 都是神要求的 按照神指示的 神的心意去献上 今天我们也一样 按照我们对福音和神话语的理解 我们去侍奉他 不是按照我的 我自己的这个 我在世俗当中 学了一些哲学 学了一些 我不是反大学 就是说世俗上有些原理 精神和圣经的是不一致的 我们只是照着自己的观念 热心在教会里 教会就用这么干 不对 我们来学习神的话 学习了解神的法则和属性 我们应该怎么样侍奉 按照神的教导 去侍奉 对不对 所以献上我们的身体 作为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的侍奉 这样的敬拜 乃是属灵的 乃是真实的 乃是心灵的 乃是理所当然的 敬拜 师父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有一个 莫大的恩典 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 救了我们 这个不是我们好 我们求来的 而是上帝白白给我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我们同时也成为一种 某种程度来说 是欠债的人 我们欠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应该 在神的慈悲的基础上 我们应该去侍奉他 去为他而活 我最后再讲个例子 亚当悲惨的开始是 他自己开始决定 自己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自己要做的事 什么是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 他才堕落了 如果他单纯地相信神的话 按着神的话 不吃那棵山后果树当果子 也就没事了 换句话说 他在试验过程当中 最终就会进入到真正的生命 但是他自己判断对错的时候 在上帝仅止的 在上帝所应许的范围之外 神仅止的范围去寻求价值 寻求意义的时候 寻求幸福的时候 他这种生活就是堕落 同样 今天耶稣基督救我们 不只是洗去我们的误会 不只是把我们 从将来的愤怒审判那种拉回来 还有就是那种不在上帝内 寻求价值 寻求判断 寻求意义的生活 这是堕落的本质 亚当因为追求自己 偏闲己路 才带来悲惨的这种生活 基督来完全顺从父的之一 不要照我的意思 哪要照你的意思 一生顺从 那我们今天被救回来 其实上帝也是要我们 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刑罚和咒诅 审判愤怒的问题 还有就是希望我们活出那种正常的 以上帝为中心的 按照上帝设计的那个秩序 去生活 在其中得到真正的价值 找到真正的幸福 即便是我们做的事情 可能不是直接跟教会里面的 侍奉有关 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侍奉神 所以刘青也好 刘晨也好 全姐妹也好 每一个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 应该这样意识到 我是他的儿女 所以我应该喜乐地去侍奉我的父亲 对不对 我是他的使女 仆人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定义 所以我也可以为他而活 虽然我没有什么超然的 领赞美的恩赐 或者讲道的恩赐 或者劝勉的恩赐 但是我可以照着我对神的爱 神给我的才能 我为他而活 主啊你用我 既然圣经这么告诉我们 我就应该为他活 我也愿意为他活 虽然我很软弱 虽然我很不知道怎么为他活 但是我愿意多多地学习圣经 我知道上帝到底在我身上 有什么的旨意 这个我们下主要谈 这样的话 我们生活才是神期待我们的生活 每一个人 无论社会高低卑贱 本来就不这么区分 上帝良给我们是什么 上帝要点是什么 所以在各自的恩赐 岗位上向着神 为着神而活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 应该有的适风的生活 换句话说 牧师做着牧师的事 但是如果是为了自私 为了别的目的的话 他其实做的是最邪恶的事情 事情本身的外形 只是形态而已 内在是否为神而做是关键 所以你和我都一样 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 只不过是我是被从一般的工作 给调到这个做传道人 这个岗位 原来我也有自己的公司和单位 对不对 那大家也一样 上帝给你摆设在哪个环境 我们做神的儿女 就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鸡 来侍奉他 所以千万不要有一种概念 侍奉只是少数那些人 括号 某牧师 某某人 神学生 什么什么的 好像跟你没关系 不 你也是侍奉神的人 你应该为神而活 在其中实现你的价值 上帝给你的才能 给你的位置 给你的祝福的目的 实现你的价值 去侍奉神 所以不要枉费你的人生 因为你的人生 不管是你的 是上帝已经赎回来的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因着信 耶稣基督 明白福音 甘心了以将自己 再次归还给神 献给神 作为祭物 为神而活的 所有的儿女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